申请那个跨州的姓 因为我要陪阿天回甘邦做手术了 看伤口时间 哎呦很长哦 两寸啊他 哎呦 我才半寸半的 要打马赛克了 就是因为这个猫而中了同样姜桐的病 那个猫叫做 早安 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就是要来申请那个跨州的姓 因为我要陪阿天回甘邦做手术了 为什么要做手术呢 就是阿天的手呢 他就有那个神经线法炎俗称的滑鼠手 然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甘邦去做这个手术呢 原因就是 那个医生是阿天从小看到大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找相受的医生做比较好 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CMCO期间 如果要跨州的话 就要去警察局申请permit才可以 然后我们其实昨天就来过了 就把全部document都print好了 然后交上去 刚刚在早上的时候收到警察的call 然后我们就来拿我们的document就可以出发了 所以拍这个vlog的原因呢 就需要记录一下在CMCO就是大马有条件行管令的期间呢 我们是如何跨州从KL去到吉达州 然后再记录一下阿天做手术的整个这个过程这样子 就打算以后可以看回去 因为觉得蛮值得纪念的 OK 看阿天拿到信了 我现在回家收拾东西 收拾好了 我开车 我开车 我第一次开那么远 这边去AXL大概要5-6个小时吧 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今天最远的去KL-IA 没有车耶 空空的 这边还是新管令期间 开了4个小时的车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Juru 然后我们的驾驶 跟副驾驶也换了人 然后来到Juru才发现有一个vlog 终于等到vlog 真的 除了从KL就等等等等等 我讲诶 怎么中间到伊宝又没有 到哪里都没有反得到了 Juru才有一个 要到了 耶 SUNAPADANITO 耶耶耶 出名的Park Avenue Park Avenue 耶 经历了5个小时的车騰之后 我们终于到SP的家了 真的很久了 明天就是手术的日子啦 所以明天我们再拍给大家看吧 所以我要去吃饭了 拜拜 早安 今天就是做手术的大日子 有什么感想 你紧张吗 不会啊 就是因为他的手是滑鼠手嘛 就是简称的couple dana 所以这边开一个大概2cm这样子的伤口 然后两个手 好像你是医生这样 好像我是医生这样哦 OK 所以我们就 吃饭吧 扔住 扔住 还没有伤口之前的手 开了之后就瘦一点了 你的响啊你 哇 这样多人呢 哦 比较强 然后他就慢慢变成这个最严重了 那经过你这个碗隧道的时候 我们叫Capatana 哦 它下面 这个上面是沉默咯 感觉可以 要写英文的吗 好 要写英文的吗 好 要写英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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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已经办好入院的手续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冰床 等着被人痛的条杭鱼 520 520 在医院520 不可以吗 在冰床 加油 拜拜 加油 再见 再见 好 刚刚Kent已经被人推进去手术室里面 整个手术过程大概是半个小时以内吧 等下就会被推回来这个位置 他是连床整个被人送出去的 这样趁这段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Couple Tunnel Syndrome的这个病哦 其实是很common的一个日常病 就是都市人工作人士都很容易中的一个病 就是长期的指示不对啊 或者是长期一直对着电脑 所以如果你们发现你们手部这里 常常会麻痹会痛哦 建议大家今早就医 如果你轻微的话呢 其实都不需要到开导 如果你严重了的话你就要开导 好 那现在我们等阿肯从手术室出来吧 希望手术胜利 你就讲明这个人念你完你 iC number 2你念不完 你不知道你就没有了 我以为弄手只是麻醉手包哦 结果全身麻醉 看一下你手 大猪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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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指示是什么 伤口该开始痛 那马帝要开始过了啊 嗯 那就开始痛哦 就痛了啊 就不知在了 刚刚全身麻醉的人 出来一下子还在按手机 大概在不知在地上 有很多声连要回复啊 看不到啊 看到了 有很多声连要回复啊 看不到 通哦 看不到啊 它能够到 filled up 参加不了 我不得不起现在 我刚刚这事 可能不得了 痛哦 卡了 不得了 veterinar 这事 The next day 哎呦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伤口之前 哎呦 很长哦 2寸啊他 哎呦 才半寸半的 要打瓦萨克了 哇 黏住了 黏住了 1 2 3 4 5 6 7 7针 OK 现在我个面这个人呢 他就因为手受伤了 有伤口 不能碰水 自己又洗不到头 他直接把他的头 铺成春头 哎呦 这春头真的有够短的 所以找KB加阿姨来铺掉啦 这一个我不会铺 其实我会啦 你剪的话就整个头0号哦 Fairland 会不会 0号当2号 Fairland 你会不会 连胡须都剃买 阿姨一条龙服 你真的很像要入camp了这样哦 上下都剃到完哦 咖哩呆毛要剃买吧 一次过 Fairland 你是谁爱的哦 好奇全部听到乖乖了 跆拳 跆拳 打跆拳要拍神圈的吗 我以为这个是跳筒 哈哈哈 嗨嗨 那我们现在就是出院的第三天 给大家看你的手 来讲一讲感受吧 基本它是不会痛的 因为是全身分泌的 因为我的情况 医生就有讲说比较严重 对如果是一般的话 没有太严重 如果你找发现去做的话 是举步麻醉的 哦对跟大家讲一下 Cupel Taner Syndrome哦 它之所以会中哦 我们绝对是有权利去怀疑 就是很多人是因为用了这个Mouse而中的这个冰 我们身边有三个朋友都是因为这个Mouse而中了同样姜同的冰 那个Mouse叫做Apple Magic Mouse 就是这个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Mouse 它很方便使用 功能很好 但是因为就是它不够人体工学 所以你长期因为太扁 你的手腕就会压在桌子上面 你长期使用下来累积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会换上这个 当然也不是100%讲是Apple Magic Mouse是弄到的啦 当然它有别的原因 可能就是只是真的是长期桌子不对啊 对不只Mouse 都是还有别的问题的 但是这个我们华疑啦 它加重啦 它加重啦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买Mouse的话就 你还是选了一些 买去Mouse 不是就是握得舒服的 因为这个在台北那下功能是强大 所以大家自己取舍一下 哦对这边还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发现你们有点轻微的病状 比如你们手开始会麻痹啊 会痛啊 可能尽早就医 是 因为如果你轻微的话你就不需要到凯导 如果你严重啦 你就会到可能到现在之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然后希望 I can 早日康复吧 想这影片的话呢 记得分享出去 然后看这一百遍 这样子啦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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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